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 要给大家来通报一个事情 就是澳洲籍所谓作家杨恒均遭中国判死缓 澳洲表示震惊 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在中国因间谍罪被指控G25年至今 他的家族有人称称 杨恒均为5日被北京一间法院判处死缓 澳洲所谓外交部长王英贤表示 澳洲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以召见中国大事 综合路透BBC报道 杨恒均2019年1月19日在中国广州白云机场出境时被捕 遭控为一个中国并未公开执任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 在这之后 杨恒均的案子基本上是透过闭门方式进行的 包括21年的秘密审判 但他否认为澳洲或美国从事间谍活动 那么所谓的学者冯常义是杨恒均的友人 他称 是杨恒均的家人向他转达这项判决结果 目前中国大陆外交部已经回应了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澳洲政府长期以来要求释放杨恒均 针对杨恒均遭判处死缓的消息 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 澳洲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这项判决可能在两年后变成无期徒刑 将以最强烈的措辞来传达我们的回应 同时为他及他的家人提供领事协助 杨恒均出生于中国大陆湖北省 所以中国大陆外交部任职 2000年陆继澳洲 以网络记者小说家身份为名 他的部落格会评论中国时事与国际关系 也被称为民主小贩 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来说一说 这件事情是北京给二鬼子们的一个警告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在中国你要从事间谍 你是一张羊鬼子脸 你是一个老外 或者你是一个Japan 基本上你要在中国从事间谍是很难的 过去如果大家知道 对中国从事谍报活动 美国主要是让日本跟台湾人来中国大陆 搞谍报活动的 但是台湾由于中共虽然说两岸一家亲 到大陆来 但是对台湾人防的是很死的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从事谍报活动非常多 主要的老外就是日本人 因为你在中国从事谍报活动 你要长得像 你要像中国人 看上去看不出来 一般性如果说经验不足的 或者说不仔细看 你是看不出这个人是日本人 但是像我是能看得出 他是日本人 韩国人 还是香港人 还是澳门人 还是台湾人 老兵能看得出来 因为我老兵也算是属于见头识广了 所以我能分辨出来 就在上海大街上 你只要走路 在马路上面 我都能一眼能分辨出来 哪些是外省的 哪些是上海本地的 我也能分得出来 所以说 我的目光一直在马路当中 一直在扫荡 一直在搜索 寻找目标 这个是我水星在天蝎的 人的一种特点 喜欢挖掘 做研究 对人进行研究 对吧 像有的水星 他们是对科研进行的研究 或者对一些 反正对一些这种 奇形观的东西 做研究 而我们对人进行研究 那么这个东西就只是题外号 跟各位扯了玩玩 那么就像这个俄罗斯 克格勃 为什么间谍牛逼 因为毛子 有些毛子 它的这个 东斯拉夫人的这个属性 不是特别强 像普京 他看上去 还是比较的东斯拉夫人 所以普京当时候 当这个东德那边 当金蝎的时候 他不负责在前线搞情报 他只是在那边 这个负责一些情报的一些传递 他不是渗入到前线的 像之前前苏联有个 千面蝎王阿贝尔 这个人 他的那个脸 长得就像西方人一样的 所以说呢 俄罗斯的克格勃 可以在英国 在欧洲 可以在美国 从事叠爆活动 那同理 日本人在中国 从事叠爆活动 也很多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真正的第一大间谍 并不是日本人 而是说外国人里面 日本是第一大间谍 那么真正的间谍 就是中国这些二鬼子 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两天 由于这个股市 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等于说 这个中国金融系统当中 有内鬼 包括这个西方 他在搞你 他在这个里面 在做空你 你想想看 今天虽然说 到最后 还是这个跌了一点点 大部分是翻红了 但是还有近 两千两百多只股票 跌停 这里面呢 这里面之前就是说 有很多美国的这种资金 犹太资本 他们在里面做庄家 现在全部都给你砸掉 你因为你毕竟在这里 指挥野门 指挥 哈马斯 指挥伊朗 在这里跟他妈 以色列在这里干 那你说他们不来搞我们吗 肯定会来搞我们 所以这个后果 我相信我们也已经 算到好了 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那么等于说 这个股票跌下来以后 大家也都看到了 对吧 跑到印度的大使馆 跑到美国的大使馆的 微博下方 要求美国航母把中国给凿开一个大洞 要求莫迪来中国借管A股 要像印度股票一样涨 这不是他妈的这些西方犹太资本 故意在恶心你吗 对吧 就让你们看 你们天天骂日本 骂日本 你们不是在 哈尔滨在731 你们不是在看成列馆吗 我们现在就把日本股市顶起来 你们跟印度不是关系不好吗 你们不是天天骂阿三吗 我们把印度股票也给他顶起来 这个里面一看就是属于投机 炒作恶意炒作行为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你看 印度他对这个 他支持以色列 他不支持哈尔滨斯 他不支持这个伊朗 对吧 跟伊朗还是一个上河组织国家 还是金专国家 他都不支持 那么 说这么多的背景是什么 背景就是你看到中国 有广泛的汉奸的基础 有广泛的汉奸基础 我说过你看到到印度 到美国那个上面去留言的 大家自己去看看 对吧 这个别跟我说是什么 1450 1450也许有 但是大部分的 几十万条留言 所以说呢 我是老兵讲过 就这几十万人 他都是可以去当间谍的 没问题 对吧 之前你看看美国 他对中国进行渗透 搞了搞了多少跌包能源 对吧 搞有中国 中国到底现在有多少内鬼 中国现在是有多少汉奸 有的时候呢 我看了一个 如果你真的说要说什么 台海这边大气局 如果真的要大气论的 可以 大气论是什么 我们拿台湾 不停的去逼台湾 然后不停的跟西方去斗 把内部地点给他逼出来 挤农包 把这农包给他挤出来 挤的时候是很痛的 可能就像这个股市一样 我们跌下去了 但是我们这个农包 在挤出来的时候 他虽然很痛 但是他的农包出来了 那么这些 这些肩肩都被抓到了 那么像杨恒均这种人呢 老兵就要说 为什么要重点来讲他 因为这就是北京 对这些二鬼子的 一个公开警告 像之前那个陈雷 对吧 大家知道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其实是 二鬼子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基地 你看那个许秀忠 对吧 说什么新疆 他妈种族灭绝的 他老家是甘肃的 把自己搞成能不能鬼不鬼的 对吧 他就在澳大利亚 然后呢 到CGTN里面来上班 这个陈雷 领着中国的工资 中国的俸禄 他妈的必在这里 从事谍报活动 对吧 杨恒均也是在中国大陆 对吧 在这里也是从事谍报活动 还有在之前在苏州被判的 一个他妈的 一个台湾的 一个巴尔多克老头 被判他妈无期徒刑 也是从事谍报活动 大家还记得以前 而且他还是个双面间谍 一般人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其实GTN可以把他判死刑的 但为什么缓期两年执行 这就是震慑 震慑这些二鬼子 陈雷把他抓了三年 把陈雷放回澳大利亚 让他去向这个 让他去向这些二鬼子的世界 让他去讲一讲 你得罪中共 得罪中国 你在里面是什么样的日子 对吧 陈雷也说了 也没打我 也没骂我呀 就是坚持居住 我饿死 饿尿 我洗澡 我睡觉 我吃饭 脸都得朝着他妈扭紧 扭紧 你拉屎 你往那一蹲 啪 下来一根大便 你天天 很多人 对吧 这都是很私密的事情 对吧 你的屎是什么形状的 是很私密的一个事情 但是有两个人在这里看着你 拉屎 对吧 你就精神崩溃了 他这个都去跟进玩软暴力 你怎么样 是不是 让他去宣传一下 你们被抓住了 你要先搞清楚 给他们西方当二鬼子 是什么下场 我们不会打你 也不会骂你的 就是这样子 搞你 精神上让你崩溃 对吧 那杨恒均这种人 这种人你就 你就要什么 你就要 给他判个死刑 就告诉你们 你们从事间谍 你们别以为加入别国国籍 他们在这里从事间谍活动 就不敢搞你 照样搞你 你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尤其是你二鬼子 因为现在中国主要的二鬼子 主要的间谍就是二鬼子 那妈扭直接就把你判死刑 缓戏两年执行 看你表现 如果说你澳大利亚叽叽歪歪的 或者说你们怎么样的 再老乱兮兮的 死缓 不是说一定你就是 改为无期徒刑了 不是的 要看这两年的这个情况 这两年这个情况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马上就他妈的处决掉 就把你给干死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种 就是拿捏澳大利亚 也拿捏那些二鬼子间谍 要黄携军 所以老兵就讲了 真的有的时候真的要狠一下 中国你还出了多少汉奸走狗 卖过贼 像余茂春那种东西 跑到美国去 一个安徽人 安徽他妈的在中国出宰相 这么多的一个省 他妈以前同城派 出那么多宰相 这个逼他当汉奸去了 当汉奸去了 他妈那个逼的 在美国消息快活得很 天天他妈逼 就是告诉这些洋 这些洋大人 怎么把中国给灭了 怎么把中国给争死了 我告诉你们 我是从这里面大陆出来的 中国人在小城 我一群二处太军 我给你们带路 把他妈都给弄死了 把这些傻屁都给搞死了 他们死了 我他妈就是美国公民 我就是高华 我就牛逼 最好是你们来打中国 到时候让我来当他妈汪精卫 让我来当他妈比中国的临时大总统 都在想的是这些事 你看看 你看看那些现在那个 这个中文 油管中文世界 这个见证的 多少他妈汉奸 大家说是不是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已经阻碍了我们国家发展了 你看这个A股跌成这样 这里面没有汉奸吗 金融系统里面没有汉奸吗 之前打掉一些是险性的汉奸 对吧 一些贪腐分子 现在一些隐性的一些汉奸 在这个里面 对吧 所以说大家看看 中国的这个金融系统里面 有多少人被腐蚀了 所以说现在等于说是 中央是要什么 推倒重新建立一个金融体系 中国你看看 反正在中国搞金融的 基本上全都是他妈的 全都是他妈的 在这里搞诈骗 所以说 真的 靠武统台湾这个事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内部的敌人 被逼出来了 这个汉奸已经严重阻碍了 中国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了 尤其还有一些东西 天天加入外国国籍 你看看中国网上有多少 以加入外国国籍为论为傲的 这些人 他们不会去从事谍爆活动吗 他们不会去来 出卖这个国家利益吗 出卖这个民族感情吗 这种人非常多 所以说像杨恒军这样的人 必须要给他判死刑 我觉得缓期两年 也还是说比较的轻了 应该是死刑他妈立即执行 死刑立即执行 杀个一批他妈二鬼子 干掉一批二鬼子 他妈的 你看看这些年 泄密的有多少人在泄密 他们就是被这个西方的 这个自由民主 这一套意识形态 给他妈的腐蚀了 干翻的都是些什么事情 尤其什么什么陈雷了 什么他妈的 杨恒军这种 在中国大陆 不干好事 有些人你加入外国国籍 喜欢往中国国内 两头跑的这种人 是重点他妈定方对象 你别说 我天天还有点假惺惺的 你说你爱国 其实你妈必加入别的国籍 在这里从事他妈得报活动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 现在都要来整顿了 中国的反间谍法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现在他妈属于是政治挂帅 敌对起来 就正把你给枪决掉 那就怎么了 好吧 好自为之吧 那些二鬼子 你们他妈一逼的 作为一个中国 一个华夏族的子民 天天干他妈逼的 叛族的事 你们怎么他妈 一点逼脸都不要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